英评,你只欠我一个道歉!一个巴掌拍不响! 是想你只是做好份内工作,却遇到蛮不讲理的奥克,甚至调你刚弄好的成果,会不会忍不住骂他一句王八蛋? 结果怕客宿的公司逼你去道歉,否则饭碗不饱,这已经够委屈了,对方竟然还口出恶言,这下恐怕不是一句三字经就能发泄,代价却是走上法院。 你只欠我一个道歉!有个十分写实,入室的开场,更厉害的是这场冲突没完没了,从两个男人的一个小口角,逐步升温成种族,信仰,政治上的各种对立,进而骚动整个国家的敏感神经。